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次北疆自驾的攻略和经验 以及沿途的一些故事和风 大家好,我是七叔,一个商业摄影师 也是一个全职的视频博主 内容创作不易,记得给我点赞助力吧 所谓北疆概念一般就是以乌鲁木齐作为分界线 南北两边分为南疆和北疆 那南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风情特色的旅游项目 而北疆则是生产建立兵团开垦的农场 挖掘的油田以及荒漠、冰原、雅当地貌等地理地质的奇观 那我这次出发的第一天是坐飞机到达乌鲁木齐的迪欧宝机场 直接预约了机场提车 我租的车是一辆日产的轩逸 那么北疆的主要线路是公路 所以说租一辆轿车基本也足够了 如果真的想去走走野地 那建议还是去做团队的一个出行 去使用硬派的越野车并且结伴而行 关于核酸检测的问题 提前自询了酒店在入住之后呢 在晚上做了统一的核酸检测 之后在达到复印线的时候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 在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在酒店里做了一次核酸 那一共做了三次都是烟柿子的混井 那很方便也很快 关于时差的问题这里要提一点 因为当地是地理跨度的问题 和南方的地区其实有很大的时差 大概是两到三小时的样子 但是仍然是使用统一的北京时间 所以说会出现在上午6点到10点 很少有餐馆开门的情况 但是过了中午12点之后 餐厅都要营业到凌晨的现象 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好用餐的时间 第一天晚上我们选择了南湖创造园的柔兰密考 之前网上看过这家菜量很惊人 结果我们到了后还是不想点多了 150多结果两个人是完全吃不完的 不过这一路上只有乌鲁木齐的餐饮是比较实惠的 后面由于是地区的交通 还有旅游目的地的缘故 物价会稍微高一些 并且在这里点餐一般情况下 如果菜单里没有出现是什么肉 那大概率是羊肉 虽然说这边的羊肉烹饪手法和食材的角度上说 没有那么删 但是如果介意吃羊肉的话 还是要多问一句 第二天在出发前遇到了比较特殊的一个加油体验 所有加油的车压必须刷身份证件 并且一车一司机进入加油站 之后再刷身份证加油 所有的乘客必须在加油站外等候 并且全程所有加油都严格执行了这样的要求 大家在加油的时候也记得准备好证件 并且让乘客做好等候的准备 加完油之后开始本次的自驾行程 竟然一开始就遇上了我们本次自驾游中最惊险刺激的时刻 我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复印县的路上 打算途经古尔班通古侧沙漠 那么结果在开车的过程中因为景色太迷人 或者说我是一不小心 开进了一个油田的私有道路 结果沿途私有道路上面开了大概是100公里 很美妙的景色还有沙漠的景观 并且呢就是没有人工修饰自然的那种感觉 不过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公路的尽头 快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 到达了企业的一个内部的关卡 那保安表示因为是特殊时期 今天临时通知这个路口是停止私家车的通过 也没有说得到通知具体什么时候能通行 所以说也只能意味着我这次 今天500公里的行程中 有100公里是要原路返回的 再行驶300公里的话才能打到复印线 这一天的路程也是此行中震撼比较大的 开始大量的荒漠路段 经常是几十公里以上的直路 一直看上去茫茫的荒漠 只有一条通往天津的公路 真的让我领略掉什么叫天路的感觉 还好这条公路的是企业内部道路 没有特别的交通限制 虽然沿途跌宕起伏 但是路况还算不错 返程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 由于平时开惯的是SUV 突然开到小车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我感觉还是挺稳的 达到复印线之后 我选择了有地暖的宾馆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南方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 选择地暖要可以调整温度的 不然真的是太热了 复印线也算是一个边境城市吧 当地的房屋都有一点哈萨克斯坦那边的风格 第三日的清晨 我们出发去可可托海和可可苏里 之前航拍一下这边城市的景色 这里是一个四周群山环抱的沙漠旅州 从复印线出发可以达到可可托海 全程大概是57公里 由于是盘升的公路大概要行驶一个半小时 途中会经过可可苏里 如果速度很快又不想被测速的话 可以直接去可可苏里 再去可可托海 如果正常行驶的话 就可以先去可可托海 再去可可苏里 可可托海有一条天然的冰川河流 穿过整个自然保护区 在景区门口乘坐大巴车 会先达到浮阳林和河滩边的站道 之后徒步到达观景台的入口 之后就需要徒步上山 就可以观看可可托海的全貌 或者继续沿着河滩来到河流的源头 可可托海除了有自然风光 今年还开设了新的滑雪场 不过第一步的华尔克达卡下来的体验 说起来并不是特别好 建议大家过一两年再去体验 不过开业做成这样 过两年可能这个就不存在了 这边还有一个著名的矿山 我本人对这些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说没有前往 并且这里到处有人都是宝石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去 有自制的专业网点进行购买 从可可托海下山去可可苏里的路上 太阳开始落山 也是观看可可苏里湖最佳的时机 这里是一大片的湿地 可以在这里看到远处的雪山 倒映在湖水中 湿地里也栖息了很多的水鸟 喜欢拍摄野生动物的伙伴 可以带上400毫米以上的镜头前往 在富云县用餐 推荐是39丸子汤这一家店 由于是旅游旺季 店里的生意非常火爆 建议大家耐心等待 如果说是社交牛逼症 可以自行和他人组队拼桌用餐 第四天从富云县出发去贾登玉 贾登玉是卡纳斯地区的 一个主要的旅游集散地 距离卡纳斯景区门口只有几公里 这里的住宿和餐饮条件 相对来说也比之前的富云县 会更贵一点 沿途从216国道转到232国道 216国道沿途有很多的胡杨林 以及小的湿地 路边上的牛羊也很多 而进入232之后 则是进入了高原动土地带 由于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10月份了 这里碰巧下了雪 我们在232的入口 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等到了通车的喜讯 终于在天黑之前达到了旅店 那可能是因为232没有彻底通车 加上冰雪改道的缘故 我们走的大多数是老国道 这条路上可谓是异常的陡峭和刺激 公路两旁是积雪和陡峭的山崖 而车辆的前方则是天际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很长一段路 有好几个瞬间可以感受到 车子就在山顶的最顶端行驶 四周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到了贾登玉之后 这边的气温比出发时候的复运已经低了很多 安紧安排着一个牛排火锅 第一个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 想的是稀冷还是肉眼牛排 最后上桌以后是带骨的牛排肉 吃完之后热气腾腾的回到了酒店 晚上也在这几天里面度过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夜晚 第五天的目的地就是卡拉斯景区 从贾登玉开车几公里就可以达到景区入口 在10月的上旬就赶上了今年的第一场雪 卡拉斯湖上的观影台暂时也没有开放 景区的两天通票也停止售卖了 所以只能通过无人机远眺一下卡拉斯湖 碰巧还遇到了一个老鹰经过我的镜头 坐大巴沿着232的国道 到了卡拉斯景区的服务中心 路上会经过由冰川溶水形成的河流湿地还有湖泊 到达服务中心后可以徒步或者乘车 沿着232国道向贾登玉的方向进行游览 冰川溶水在阳光的折射下露出青绿色 从空中看去仿佛是一条红雀石的项链 佩戴在这个山洁昂蓝的大地上 高山上是白雪 山腰上是黄色的山树 而山脚下也是清脆的松树 在木栈道上仿佛进入了童话的世界 第六天从贾登玉出发 经过232国道回到路上经过的一个岔口 循着盘山的公路来到山谷之中的和睦村 和睦村同样也是属于贾登玉景区里的一个村 传说这里曾经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 逃来了很多白罗罗斯的贵族 在这里休养生息 并且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 来到和睦村口需要停车换乘景区的巴士 因为我们住在和睦村里 所以说要带上所有的行李 大巴会从景区的入口 送入村口的一个换乘点 再换乘环线的小巴进入村落 村子不大所以选择住在哪里 其实区别都不会很大 时间方面大家要结合当天的日落日出时间 再进行安排 因为这里的地势比较低 所以日出的时间会提前 而日落的时间会稍微延后一点点 我住在新村政府这一站附近 走到很热闹的和睦桥那边 大概是十几分钟的样子 走进一家奶厂店品尝了一种特别硬的酸奶零食 吃了点东西喝了口咖啡准备出发 穿过和睦桥 时机而上来到村落对面的一个观景台 这里可以俯瞰山脚下的整个村庄 如果说体力上比较吃力的话 也可以考虑起码上山 支持一下当地牧民的生活 这里夜里的气温下降非常厉害 村里的灯光也非常的璀璨 那想要拍摄星空可能要等到后半夜 或者去更偏远一点的地方 不过这里的司机说 晚上山里是有狼的 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就在村边上看一下就好了 第七天早起拿起无人机 准备在民宿门口航拍一下日出和晨雾 可惜在日出的时间预期的要更晚一点 所以说飞了两块电池 太阳台刚刚爬上来 之后就是收拾准备 又是一天赶路的行程 从和睦桑出发 沿着阿森安国道 转高速公路前往克拉玛伊 也就是本次行程之内的最后一个景点 世界魔鬼城 因为算是本次行程中 评价比较一般的一个景点 首先这个地方的名字起的 让我觉得就特别没劲 然后进去后 除了观光车的导览内容 主要是各种象形式的描述 比如说这个石头像一对夫妻 那个石头像一个动物 并没有起到景上添花作用 甚至有点拉低我的感受 那魔鬼城主要看的是一个亚丹地貌 那景区内的不能飞无人机 因为说是风比较大 可能担心把你的无人机会吹丢 大家可以考虑 就是不要带无人机进入景区 因为安检的时候 他也会去检查 如果想去房车露营的话 可以走汽车入园的通道 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在景区里面过夜了 晚上入住的是魔鬼城附近的一家酒店 算是本次行程中比较期待一家酒店了 而且最后除了硬件比较给力之外 服务流程 餐饮的体验都比较一般 第八天就是开高速赶路去乌鲁木齐坐飞机了 那这里的行程就不做过多多赘述 总体下来这次行程担心的安全问题 路况问题 餐饮问题 都比想象中要好的多的多 因为很多的开销 还是可以体验一个比较舒适的行程 这样的风光与辽阔 也是让我感受到特别多的震撼 也是让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体验最精彩的一段旅程 当然不仅是因为沿途的风景 更是因为陪伴在身边的人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长按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